NEO 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NEO 今天要來看法蘭克人對上伊杜斯坦 那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稍微解說一下這張地圖 這張地圖有點像幽靈湖 幽靈湖中間的話是有大批的羊 那這邊的話是改成 呃...也是有羊啦 但是不多 其實還是蠻多的啦 基本上這張圖是幽靈湖啦 OK 那幽靈湖的話這裡都會有少量的魚群 可以做捕魚 通常都是不會去捕魚的 那幽靈湖這張重點一下子就是要派翅 去中間幹這些羊 誰先幹誰就贏 那這張地圖我覺得還蠻特別的是 賽爾特在這張圖有意外的奇蹟效果 因為賽爾特的特性可以去驗化敵方的綿羊 就是人家的綿羊也在他的四頭範圍裡面的時候 也是可以幹回來的 那這張圖的話兩邊都是選擇一個馬國 法蘭克對印度斯坦 那剛好印度斯坦是康特法蘭克了 OK 那這邊想來個捷虎 想把這個名牙捷回去 欸沒有看到嗎 欸有吧 看到名牙 OK再把牠捷回來 OK 那這邊兩邊喔 都在瘋狂在中間找羊 這邊中間的羊 一開始至少如果你 前期有去找的話 至少會多400肉 或300肉 200肉都有可能 你當你找到越多 經濟就比對方更好 所以四季帝國有些地圖喔 是蠻特別的 就是有一些搭配配置喔 跟一些戰術策略喔 會不太一樣 這個也是四季帝國裡面好玩的地方 好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紅方 紅方是 GANJI 好這個也是很厲害的一個玩家喔 有時候也會在職業比賽裡面看到牠 那牠最近好像也不同出現喔 欸不好意思這上面這個名字好像打錯了 我來調一下 欸這個有點 搞錯了 OK 這個 OK 那我們把名字改一下 好法蘭克人是這位玩家 那我們先來講一下法蘭克的特性 那法蘭克的特性的話 吃果子會特別快速 所以牠在吃果的速度的時候 是數一數二快的 照一些大量果蟲的一些地圖 有稍微有一點優勢喔 但其實主要還是要靠農田喔 去把不落量 好火速只是 加減用的這種感覺 好 那法蘭克最強的地方 還是牠的192遊俠 血量最多的遊俠 就是法蘭克了 那法蘭克的人 他的赤猴呢 到封建時代 血量就會加20%的血量 那稱號10代的話 也就是120滴的騎士血量 跟一般的騎士加品種是一樣的 但赤猴的部分喔 在封建時代有一點小小的優勢 那主要呢 他還有這個農田的免費科技喔 所以到封建時代 陳寶時代喔 這個農田的科技都直接送給你 所以本身農田 沒品太大問題 可以省下一些資源喔 去直接轉出更好的經濟出來 好我們來看一下藍幫 藍幫的話 是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 最大特色是村民很便宜 再來就是他的火槍 沃陀 跟古拉末 三種兵種 都可以康復對方的工兵 騎士 還有護兵喔 都可以 所以印度斯坦是非常全面的一個文明 如果你想要玩這種 沒落點的一個文明的話 那就可以玩印度斯坦 印度斯坦的話我相當推薦 那印度斯坦前期的話 沒什麼太大優勢喔 他算是比較後期的文明 他的這個金冠喔 大幹道也是喔 增加這個黃金的產量10% 所以在什麼 遺跡很多的地圖喔 或是金礦很多的地圖 就可以達到一些不錯的優勢 那這張地圖的金礦是喔 其實跟阿拉伯差不多喔 都是一塊主金 兩塊附金 然後野金喔 只有一塊而已 所以印度斯坦在這張地圖 並不會有太明顯的優勢戰喔 但是以他的綜合性來說 他是全面性的文明 所以也不會超到哪裡去喔 好 那我們這邊稍微加速一下喔 看一下兩邊的一個打法 那目前看一下配置 配置是三木 三木的話 這百分之百是肉馬開 OK 那這邊是直接配到了 十木 那前面有配到四木 所以這邊還不確定喔 這邊目前看起來也是肉馬開喔 因為他的P數上得很早 18P人口上封建時代喔 通常就是要打一個快攻 快攻的話已經是打肉馬 這邊稍微阻撓一下 對手趕路 這個路也是跟阿拉伯差不多一樣的距離喔 但如果敵方來燒了的話 血量就只會掉 所以就沒法趕 OK 那這邊印度斯坦拿到了一個優勢喔 那Jordan最近在天梯上面有分數 也拿到非常高分喔 已經好像到前三名了吧 他現在在前三名徘徊 非常強 連比Viper的分數還要高 有可能是因為Viper打天梯都沒有在認真檔 這次比較有可能 空間時代已經到 馬上等一下一級拔木 那法蘭克也等一下一級拔木 那一級農田直接送給你了 這邊 這邊羊吃完了 可以開始掃錢也沒問題 這邊想要打算圍好 那這邊圍的距離其實有點蠻大的喔 這邊還要再圍一下 那看起來兩邊的圍法都是蠻大的喔 這邊也是比賽地圖喔 地圖都比較平衡一點 圍的範圍大小都差不多的 並不會有那種你圍得特別大 我圍得特別小的一個狀況 OK那這邊先強行圍完下面的部分 那上面的部分還沒有圍喔 這邊只要稍微圍一下 那這邊是決定好這樣子圍 就可以省下更多夢了 喔唷 法蘭克這邊的相反OK 兩邊吃樓出來血量很明顯 法蘭克的血量多了一點點 補4滴血 但印度斯坦的血量只有45滴血 所以印度斯坦這邊如果要再繼續打肉馬 可能會出事 那這三隻肉馬主要是要去抓對方的一個 刺頭的位置喔 還有自己的 或是去抓對方的村民喔 但對方已經維持的狀況下喔 這些刺頭可能只要去騷擾牧場而已 讓他們一些村民喔出來維修一下 然後再用常常兵去追一下就好了 那目前這個是印度斯坦的一個策略 因為他肉馬沒有繼續出了 那法蘭克也是喔 法蘭克也沒有想要出更多的一個肉馬 這邊很多村民已經開始種田了 這邊要出來挖金棒 那這塊金棒喔 可能要派一些長長兵過來助手 不然這個金棒可能挖不起來 OK這邊戳到一下賺到 大概一槍能戳到嗎 有辦法 上面這邊伺候開始在敲 結果這邊變跡象喔 剛剛說的這個狀況 完全出現了 因為肉有常常變的情況下 這只是稍微打打木牆 剛剛就放村民來救一下 然後常常過來戳 哇粉紅戳到一下 這邊蓋一個哨戰 哇這個相當細節喔 可以先提前預知一下對手的到來 就不會這麼容易喔 直接被打穿 好那我們看一下他這個 這個 哨戰的視野 非常的廣 該一個地方可以看到右邊的位置 狀況 敵人要來突襲的話 只能從上方或下面 才比較容易成功 好那這邊視野部分 看起來 已經看到對手都已經為死了 那法蘭克這邊應該是要高速上城堡 兩邊都是 那我們這邊再加速一下下 看一下兩邊的狀況如何 我們再看一下這邊 哇這邊使用站崗模式 把蘭克這邊率先 死了一隻四猴 好那我們再把這個地圖全開好了 這樣視野看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OK那這邊兩邊都點到城堡斯大 我們再加速一下下 兩邊的一個時間喔 看起來是 都是偏濃的 好那嘉莉選擇圍死 欸他這樣圍喔 他不是來到這一圍 好來這一圍的話 你這樣圍防走 不然會來不及去補這個動作 好OK 那法蘭克看起來 要走一個騎兵路線 打印度斯坦 走騎兵路線 會不會出事 長槍兵也在出 有可能是先走步兵 重裝長槍兵 然後轉騎士 感覺有可能 好印度斯坦這邊 打出了一個馬弓 馬弓策略 印度斯坦的馬弓也是蠻厲害的 印度斯坦什麼都能出欸 馬弓駱駝 還有這個什麼 古拉姆火槍 基本上後期很強的兵種 印度斯坦都可以出 沒有什麼弱點 好那這邊補下一個TC在前方的位置 這位置相當好 因為要補在這個地方 才可以有效的去保護這塊主金 那看起來法蘭克的位置是不太優的 但是兩邊都是喔 因為這個是對稱地圖 比賽地圖是講究平衡 所以其實兩邊的主金都在前方 那法蘭克的沒有第一線點 現在要他洞裝場上變成升級 場面雖然是很多欸 八隻 這邊應該還會再補一下這個石頭 這石頭不夠 這是要補4TC的意思嗎 好像是欸 直接4TC開農 這樣肉會不夠吧 感覺肉會不夠 這邊下一個BK 一個人再挖石頭 要補一下石頭 補到100 這一個村民再挖 好 那印度斯坦二級射也點好了 二級射也有了 好 補下這個石頭之後 要來去蓋TC嗎 TC 可以考慮蓋這個位置喔 這裡有一塊金礦 或是這裡喔 這裡好像可以蓋 還是不行 這裡有點 有點下坡的感覺 好 那兩邊都在燒了 騎士這邊移過了三隻 稍微去坐前方 看一下探查的動作 這邊沒有第一時間補下這個 TC喔 可是先補下書道院 應該是有看到對方的一個 弱蟲出現 還有馬功 稍微觸一下聲率喔 可以做一下招響 好 這邊要開裝TC嗎 這邊有長槍兵 長槍兵之前被射擊 啊 公司就聽著長槍兵的單位 好 這邊 手太短嗎 喔不是 因為是長槍兵所以不會射箭 所以TC 完全沒有對他造成攻擊 OK 那上面騎士再稍微探一下 下面馬功都在跳恰恰 上面這邊 欸突然找到這裡有羊 這邊都能開打了 OK 進步斯塔都能抽掉對方 把龍克的一個伺候 OK 馬功傷害極減 希望來到巴斯了 那沒有關係 家裡有毒砲 那毒砲一出來 那就可以很有效克制對手的一個馬功了 那這邊要守好自己的盧炮就沒問題了 這邊房子繼續開箱 這邊上槍位置別擺給 兩隻 好馬功確實給到蠻大的壓力 這邊法蘭克爾只要一直按盧炮就好了 其他單位可以暫時使用按 因為現在最大威脅的就是馬功能力 那馬功能盧炮就被解決了 哇這邊少女直接被敲死 拿著一隻雞回來之後 直接被抓包 A毒3這邊抓得很不錯 好那A毒3 3TC已經補上了 開始到他的時代了 A毒4台南城堡時代很強 雖然村民太便宜了 很容易就爆出一大堆的兵 大堆的農民 然後再補下第四的TC都沒問題 因為肉量比較 需求量沒那麼大 所以很不容易會出現斷村的問題 好那三隻 紅炮再上放 稍微看一下這個位置 我們守住 這邊然後再圍一下 開始把自己的防守範圍 開始防得更好一點 那中間這些冰層 是不能在上面幹劍組物的 所以如果他要前置BK的話 人在上方這些草地上 或是下方的一個地方 去蓋劍組物才可以 好但是不用囉嗦 直接來劍炮出 這樣快速 但現在出騎兵出去的話 騎兵會被弄多大 有馬弓也是 馬弓跟騎士可以解決到這些東西 這樣有點危險 這邊騎士不能再按 按一個三旅之類的 或駝士特 無法都可以 OK 那法蘭克這邊已經拿到了71村 哇 村民數真的蠻多的 但是應該要再補下第四個TC才對阿 村民數還會更多 好這一波再來騷擾 但是有僧侶 看到僧侶只能撤退 應該不會遭到 我第一時間撤走 那 因斯坦這邊的走向 直接點下了馬凱的部分 那法蘭克1點下2級馬凱 卡扎爆騎士 好 武器農也補向 停鎧甲 兩邊的走向都非常完美 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村民數大概也只差距約7村左右 並沒有非常誇張的數字 這邊 赤豪沒有生青奇兵 是3滴血 好 先來看一下 他喜歡 後面這邊補下更多駱駝 哇那這裡也是最好 陷入1NU斯坦的陷阱 自己騎士艦的其實數量有點多 駱駝素量 1NU斯坦開始也補了下來 用超燒焦效果很好 一串的幾下接馬宫全部殘減 前線蓋個城堡要來堅守這塊土金 比法蘭克的城堡是非常便宜的 待會可以考慮寶吹的政策 慢慢推向野金的部分 由於這張地圖是比賽地圖的關係 所以支援點都是相對對稱的 所以可以先預測對手的布巾跟鐵巾的位置 只要知道自己的眼睛跟布巾在哪裡 然後去找相對的位置 然後去找到對手的布巾跟鐵巾的位置 然後這邊我們靠直接收拾 跟動技術點戰 點下了鑄鐵技術 而極攻 這樣騎士和攻擊力常會再更高一點 那印度斯坦這邊 就需要走駱駝路線的感覺 法蘭克要繼續走騎士嗎 這邊 郭忠祐覺得先身分的重中長長兵會比較好 因為法蘭克出騎士會有點慘 人家是印度斯坦 駱駝攻擊速度還會加25% 攻速超快的駱駝 這樣硬打不太好 OK 那這個TC 直接蓋在你家的眼睛上 哇 印度斯坦這邊很偷啊 這邊就好是蓋了一個大師牆 避免對手直接進來 做騷擾 哇 這邊可以蓋一個成本 好 放進斯卷 好 中間這邊 上面A的一波 跟有神道 滾開了 好 這樣怎麼突然開起來了 很奇怪 這邊應該是不能打的陪隊 因為露虹會送光喔 快不有神道 而且還沒差在進出 但是感覺 果然反而可以打贏了 哎呀 洛魂全部送光 好 我們再 來Buff一下 這邊有什麼防守打 有點空派的喔 這邊開打的用意是什麼 好 這邊直接平A上來 自己碰好嗎 感覺不太是 直接有去抓龍套 而且這邊還用 洛鎖去吸引一個城堡傷害 所以這一坨是真的 開打的喔 而且戰機有新Boss的進攻 但是戰線Boss版的洛魂喜歡很害怕電子 所以基本上的 絕對就高 直到這個城堡傷害直接捲擊倒地 那法蘭克前面的騎士 直接扛過的戰線 後面好幾層十隻虎兵 再度進出 然後眼鏡全部被消滅掉 這一波看起來是法蘭克的一個險勝喔 好 這一波偷吞 然後再把村民放出來 兼強一擊一射跟這個 手推車 兩邊都差不多時間點向手推車 那法蘭克應該是要點帝王了 好 果然 OK 省到帝王了 那法蘭克點下帝王 但是印度斯坦這邊 還是沒有到那麼快了 因為他這邊開了4TC 這邊發了一段時間 金黃再挖一下 好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不會在這邊種錢了 因為這邊隨時可能會被抓包 我應該全力把這個金黃可以採走 採完就完事了 然後就趕快走 這邊直接馬狗 過來做個燒了 這邊快回去 誰可以先合回去 那法蘭克騎士直接出門 有看到森綠 森綠直接無動於衝 沒有遭翔 然後這邊看到回頭 看到一隻騎士去做司徒 有時候不砍死 欸 招到了 哇 這個倒數很快啊 上方的位置 有補好動 有房子 好 那這邊慢慢打進去 這邊直接在了城堡 然後組織最頭的羽綠 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城堡應該是能幹得起來 欸 但是已經有動了 我們有一隻都頭打進來了 但是城堡快要好 70幾% 等於馬攻還可以先出出 但給他們出去的時間也不多了 欸 趕快跑了 死了兩隻村民 三隻村民 還可以 城堡一跑也能撤翠 好 找到一隻 還不錯 好 那這一隻駱駝 應該可以解決掉大部分的駱駝 這邊騎士裝了進來 看個衣服 兩邊村民術都沒有下降的很明顯 村民術騎士差不多了 第808對108 那這邊駱駝要打輸了 這邊騎士用全村民拿全套扁這個駱駝 哇 摩扁都是一滴 要扁50幾下 哇 摩托無雙 砍死了兩隻 三隻 來一個 村民術喔 可以很多 這邊可能還是要再派個兵處理一下 靠村民術有點困難的 好 城堡也換往外幹 那這一隻馬勾加上駱駝的黃金組合 還是在前線給馬克滿大的壓力 在卡蘭丹在這裡 點一下重裝騎士的尊重 還有騎士 那騎士兵 那騎士兵加上重裝騎兵 來找個騎士兵加尤俠的路線 那騎士兵可以有效克制馬勾跟駱駝 那可以當個落盾可以使用 那尤俠呢也可以當個中間部隊喔 當個主力場客 那騎士兵可以算是復甦出的概念喔 那只要騎士 就是尤俠擋住第一波馬弓跟駱駝的傷害 後面騎兵不上 就有可能逆轉勝 那個打法有點算是針對印度斯坦的一個戰略 這個狀態是其實滿場出現的 現在法蘭克不一定會打出印度斯坦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騎兵加尤俠 給的壓力是很大的 雖然沒有後面的火槍部隊喔 或是攻城器後面再輸出喔 但光正面這樣一戳喔 或是硬打起來 其實法蘭克是不會輸的 所以我會說印度斯坦雖然康克 法蘭克喔 但是其實印度斯坦的一個策略上 也算是很難應對這個 擊兵加上 遊俠的一個策略打法 因為他要這樣打的話 只能拖火槍 加上這個 地龍駱駝 這兩個弱法而已 那這個火槍又有缺點喔 就是射速慢 所以正面真的硬開打的情況下 可能會擠入我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出火槍 然後再加一些馬裝 然後加一些地龍駱駝 就是說正面的硬打動作 好 不好意思 更正一下喔 這個大幹道士已經斷了 OK 駱駝駝 這邊想要蓋一個龍駝塔防守 這個龍駝塔可能會來不及 這邊可能要再圍一下 這個有一隻龍駝駝在砍村民 但是這邊城堡蓋速上的快速 已經50%了 這個龍駝塔速度 還有一段時間 還有在10%才會蓋好 但是城堡時間已經來到65% 這邊第一時間收村 去砍這些村民 這些村民可能要把他做好 這是城堡 城堡直接蓋spy 變成道城堡 這邊趕快 要去把這個火石搶 讓他沒辦法來蓋這個城堡 但是這邊村民直接往後面繞得過來 要來直接硬蓋嗎 這邊有第一時間收村嗎 沒有 我們已經繞了劍台 是挽回了一下 這邊要再死了一村 這邊收村 可能也來不及全部射死 更多村民直接過來硬蓋 後面有一些紙巾過來 野精爭奪戰 印度斯坦是不是要出大師了 哇 反正在這邊死的村民非常多 在這邊西戰的村民處已經超過10村了 城堡90% 還沒有蓋好 看來蓋起來 提升大量村民之後 這個城堡都蓋起來 隨便過來戳 直接戳爆這些駱駝 這邊其實想要騷擾 但是這邊都沒有個洞可以讓他鑽 好 這邊野精爭奪戰 看起來是法恩克 最後顯色 但是進化已經被他挖的黎菈 剩下不到800金了 哇 印度斯坦這邊很賺 好 挖完敵方的野精之後 再來挖自己的野精 很香啊 好 那這邊要點下重裝駱駝升級 打理的部隊氣非常龐大 這邊還用了一些上面的故意補血動作 馬弓血量恢復到了全線的狀態 OK 中間馬弓化學三級射 馬弓全部升級好 那法恩克這邊的策略還是一樣 好 用這個騎士加上級兵的一個策略 三級弓可能跑進入先典 因為騎士跟級兵喔 當然都是吃攻擊力的 近戰攻擊力 對攻擊力我們提升會比較好 哇 這邊真的很有錢耶 Jordan這邊直接生效了印度斯坦的 最強帝王洛火 能升到帝王洛火的 又只有印度斯坦這個位置 騎士這邊直接去上全追逐 這個馬弓在優先射進擊兵 但我覺得意義不大 因為被騎士貼上來砍的話 還是會死傷殘重 好 上面有帝王洛火 準備要下來幫忙 這邊工程器準備好 要來直接一波強行攻擊了 好 鐵這個鐵鐵都拆掉 鐵已經搶了回來 只能稍微挖個600斤 但這邊黃金樹也趕快去起來了 要來準備點一下遊俠 遊俠是1300肉 這點下就有了 OK 點下了遊俠的升級 賣了一些木桶 斷死一些黃金 好 鐵在優俠之後 百安克現在好在等下兩分鐘 才能出動 現在的話只能走延殘船 這邊一隻騎士沒有看到 在蓋城堡一定可惜 好 這裡有一隻帝王洛火直接抓掉了 這一隻有 奏裝騎士 三級攻的帝王洛火也好 帝王洛火8加412攻 血量160滴血 大遊俠的傷害非常誇張 但是這裡有四台巨頭 應該可以一瞬間拆掉這座城堡 這邊反而一顆已經兩百人口 大人口了 兩邊都是接近滿人口的狀況 這邊巨頭直接直接出來 這邊是怎樣 吸巨頭 吸巨頭直接開打 後面巨頭直接爆開 直接用主兵拉到巨頭的正面 那邊繼續輸出 巨頭繼續穿成我都想要撤退 但是猶俠還沒有好 還有15秒 所以猶俠出裝騎士 海底要附近猶俠 所以有點害怕 不敢運氣上 哇 這邊巨頭獅子 還找到一些駱駝 有點賺 這邊拆了城堡就會跑 畢毛要施肩攻 那現在有點太懂 一路閃的想法 現在想法有點尷尬 然後打正面的話 這邊極力要全部解決 但極力現在不好解決 這邊要轉出 步兵三級靈甲 這邊轉靈甲是要出什麼 靜勇 已經出疾病了 現在出疾病了 也會打出喔 我記得一路閃好像沒有疾病了 因為他已經有駱鎖 應該是有縱中騎槍病而已 疾病應該是沒有 好 這邊是轉出火槍了 果然還是要轉出火槍 火槍打上那個騎兵 像人騰砲 而且卡路板也OK 所以這邊剛好是把馬光 慢慢轉出來一些火槍 對 攻擊打 守備這邊大量的駱駛 跟其他人小前線上開打 後面的後面的 後面的馬光 直接尷射石衣的指定 但指定就能不能先人高 有想他為指定 傷害不完強 帝王若果更遠 現在才在看的 這一個 偶小的力量 可是有馬光在後面 才能清晰 讓方有盾頭 直接看起來 這面的帝王若果疊不脫爆 好 陈寶賊開拆 這邊是從馬光 能夠手臂被捕的進攻呢 感覺有點困難 火槍還在生 那只要點下機器官之後 這個火槍會傷害 射程會再多加2 好 這邊已經點下了 印度火槍 射程加2 那樣射程是非常有的火槍兵 在旁邊最遠的地方 就進入海浪 但這邊指定就很煩 這邊傷害很高 直接撤著一個弱馬 撤著一個馬功 一彎一彎過來 引死去 火槍兵在地門後撤 城堡越蓋越後面 這邊是凡克城堡 阿隊都壓過來 突然就算直接正面崩潰 正敗 過敗於瞬間 吉兵來不及 城堡來不及出來 吉兵太強了 遊俠加遊俠吉兵 這組合 進入三國打 手槍 還來不及序 正面直接倒光 打中彈 好不好 這個第一句 192有нов 進入 units 反爆正面 因為這些抓爆ので馬功 以前這些火槍兵 瞬間 就麼 Turks 來了 這邊 contestants 這隻技巧克力都可以從上面拚出來 好 手有點麻煩 好 有人好像不讓很多 我們再說一下 哇 直接死去 家裡補下更多的資金營跟射箭場 但是來不及了 這裡是一波帶走 奇巨頭直接拆爆了 射面的時候的城堡 好 下面這個城堡也是 大那靈魂 這邊 遊俠也在追逐 現在各地都會著火 遊俠直接一波帶走印度斯坦 阿蘭克感覺還是有點強 這個192依舊很熱 我剛剛說的戰術是真的蠻常見的 級兵加上遊俠的一個打法 正面突襲 而且這個黃金全部投資在遊俠上 也沒有其他的浪費 那級兵也不用黃金 而且三級部分 攻擊力深滿 這個級兵也可以吃到紅利 只要再點下步兵反應率就可以 所以這招 雖然沒有後傾的一些奴炮投資車可以進攻 但正面讓他自由開戰的一個效果是非常不錯的 像我們剛剛中間這一波打得非常精彩 雖然這邊印度斯坦感覺有點稍微打贏 但是其實到了後方 遊俠的島地雖然越來越多 但後面更多級兵補上來的時候 級兵就可以輸出 又可以把這個戰性平衡起來 這就是一個遊俠加級兵 對抗落鎖國的一個強勢打法 所以一直有人說印度斯坦是 counter所有馬國 但其實不以為難 他其實還是可以打贏一些馬國 還是可以打印度斯坦的 跟印度斯坦這邊的策略 這邊轉出長槍兵 再加上大量火槍 寶勢比較好的 那這個策略第一時間沒有察覺到 然後後面沒有馬上補下更多的一個 射箭場跟火槍兵的一個升級 那可能可能就像這樣走一波帶走 火槍來不及成型 然後長槍兵也來不及出來 就變這樣子 好那我來看一下經濟一下 經濟的狀況應該是法蘭克贏的蠻多的 結果出於利料 印度斯坦是贏更多的 他有三遺跡 法蘭克是二遺跡而已 而且石頭挖的比較多 冶金也是 金晃也是挖的蠻多的 食物部分還是法蘭克稍微小生一點點 兩邊經濟情況差不多的情況下 這個真的是一波帶走 完全不給對方機會 那法蘭克這邊打得非常漂亮 好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再幫我按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掰掰